这两年多以来 中欧的关系疏离了 而且中欧的关系紧张了 可是经过两年多以后 你会看到拜登把欧盟掏空了 也就是他的抗通宏法案 就是最终掏空欧盟 再加上乌克兰的危机 让欧洲陷入困境 而美国人却利用 乌克兰危机的时候 大发石油能源天然气产 欧盟也很清楚知道 他们过去愚昧地追随美国 结果得到的下场是 美国不把他当做一回事 而他跟中国却情况越来越恶化 这代表什么 他手上没有筹码 手上没有筹码 这个对欧盟不利 您看到以前的沙古地阿拉伯 他过去也都完全追随美国 所以美国不把他当做一回事 爱骂就骂 爱压就压 不准你涨油价就不能你涨油价 可是当沙特阿拉伯 跟中国大陆建议好的关系之后 您看到有最大的市场的买家 有武器的供应者 中国大陆 沙特阿拉伯腰杆子直了 他说我不用依照你美国的利益 我对你美国的利益没兴趣 我符合我沙古的利益 我觉得这些都给欧洲很多的 请问跟启示